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们纷纷吓住威尔会不会死 在威尔和兰格僵持不下时 兰格突然被一个神秘人一枪拘死 第二个队友宣告死亡 原来这个神秘人并不是别人 正是威尔的另一个队友 狙击手崔维斯 崔维斯躲在山坡上 不断地对威尔进行狙杀 幸好威尔动作灵敏 躲在了岩石后面 关键时刻 威尔的另一个队友 哈雷根开车出现了 他带着威尔逃离了虎口 但此时威尔怀疑哈雷根 也是来暗杀自己的 在威尔的质问下 哈雷根说出了事情的真相 关于劳尔的赌局和杀人的游戏 有情有义的哈雷根 并没有对威尔下毒手 反而决定联合威尔一起对付劳尔 这时 狙击手崔维斯也赶了过来 并对威尔和哈雷根进行了伏击 两人不得不驾车继续逃亡 他们来到一个加油站 威尔借用公共电话 叫老爸前来救援 但是崔维斯也追了过来 双方发生了激烈的枪战 崔维斯凭借京阳的装备 把威尔二人困在了加油站 幸亏威尔老爸及时赶到 将威尔和哈雷根解救了出来 三人驾车继续逃亡 路上差点引爆了最后一个队友 库博设置在马路上的炸弹 这个库博是一个爆破专家 威尔的老爸想要一同前绑 但为了老爸的安全 威尔打晕了老爸后 和哈雷根一起去对付库博 不料落入了库博的陷阱 威尔和哈雷根成功躲避了库博的雷区 最后威尔找到了库博 没想到库博拿着手雷要对付威尔 威尔当机立断 成功制服了库博 还在危急时刻就下了库博 患事接踵而至 威尔突然被躲藏在山坡上的崔维斯 打中了胳膊 好在并无大碍 库博最后也决定加入威尔的队伍 三人结盟 一起前往劳尔的地下赌场 找劳尔复仇 在路上 他们还遇到了威尔的老爸 这个爱死心切的老爸 决意要一起去 顺手一枪打掉了天上的无人机 于是四个人组成复仇四人组一同前往 劳尔通过监控器看到了这一切 威尔如果不死 他将会输掉赌局 变得一无所有 于是决定加入这场杀人游戏 很快复仇四人组就来到了 劳尔地下赌场的外围 劳尔也带着一队人马 从赌场里跑出来 和威尔他们对干了起来 劳尔一枪打死了隐藏在一旁的狙击手崔维斯 随后和劳尔展开了一对一的对决 一般打斗后 劳尔干脆来了一记RKO 将劳尔摔倒在地 接着再补上一刀解决了劳尔 总算结束了这场可怕的游戏 也结束了这个惊心动魄的一天